詞曲 李宗盛 我老婆常常要問我說 老缸 妳要不愛我 每個老婆都會這樣問 是喔 那我就說 老婆好愛妳喔 而且我還要用唱的喔 怎麼唱呢 無人比我愛妳 不把腦 老闆老闆 你是我 所以心愛的 心愛的我愛你 一條吃蔥過面的親狗對蔥 就看得出要從廣播 結婚女生的好感情 沒說何無敵 從台南來的做非難台詞 所以台南廣播的名字 他久久新年 在尋問鄉 廣播結重重的散風體面度 在台南水甲新聞節目主持人中 五年高峰 田田路口我拍到紐西蘭 香港 雖然廣播來親鳳的四季古風 三五廣田每親年的家庭驚愛 以後在香港綜合做總吻副助因 以後用在我一種探索審重 嚇下清淨菜的品種 今天就田田人騎下去香港做法囉 幾歲的鳳梅 又令他深層 奢索其中 是穿著超級不遙的 畢竟在漁豊里埔天堅 的村子 開放行李 再說聶店 一切都會耀 一切都會耀 一切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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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公道 村子 一切都要 擔心 對一百九百年戲師 連救了香港都在天生洗腹水 百年來和那裡去那裡 不是四年人台比 就在行送全是個有名的味道 你也說好風景 和比較失敗的名字 過加天理理由擦層 認真不知道聽錯的下去的經驗 三下來 天天能下去江島 跳下去白鳳 在香港青年鄉親 雷妮姐 你好 你好 先來個台灣式的 再來個西方式的 不不不不 歡迎歡迎歡迎 來過香港嗎 有啊 沒有說過的 不過台西的梯縫差不多有韓國 不過要這個梯縫就沒來過了 因為人家知道就是說 香港鴨片是英國殖民的 是是 不過來看鴨片還是低的 這個地方完全是… 總情擁有那個梯縫 對的 這是古蹟喔 古蹟喔 是啊 所以你現在站著所有的地方 包括這個港口呢 通通都是古蹟 哇 鴨片全部都古蹟 這邊是非常傳統的 看看那邊 那個呢 就是 這個地方呢 就是 蝙蝠峽 從上面跳下來 拍電影的地方 我吃到好像很熟悉的感覺 是啊 天洋有觀光耶 所以你看到什麼呢 西方跟中方的融合 這就是香港它的特殊地方 以前你呢 你沒有去過紐西蘭 是 你從那邊滾到香港 你剛開始印象在嗎 剛開始到香港的時候呢 從下飛機的那一剎那開始呢 譬如說我拉的行李到路關的時候 我就心裡當然很緊張喔 然後呢 對於沿路走來呢 跟在紐西蘭相當不一樣 因為在紐西蘭的時候 大家會在路上看到的時候 會想打招呼啦 會微笑啦 到香港的時候就很緊張 因為大家都很急促 然後很快速 然後很冷漠 那時候就真的覺得很擔心 然後很害怕 然後心裡想 我怎麼適應這樣子的生活呢 不過呢 經過七年的一個 在這裡在地的生活之後呢 你會發現其實很多印象 和觀念是會轉變的 那麼現在呢 慢慢慢慢 不管是在任何地方呢 其實呢 你需要幫助的時候 香港人其實也滿熱心 會幫忙你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從第一印象 轉變到現在一個很大的一個 不論在紐西蘭 東京和在香港 雖然行人也有一定有名的過激賞師 主要在體現 東京有分沒有必定的審法情形 比較沒有人情的影響 沒有要這樣 停在台下的弄勢度 不過 也只要有台灣 三十年分之一台的小賞師 才會全球 潛三台的金融中心 古早上還想 香港人去刺激家的狀況 會有理由的 事件出的金錢 耗力就有算命的觀念 讓他們落實在各方公約 審法百台之中 沒有所用的動作 會適應的體育口體 我說了 在香港人按的這種個性 你刺激家知道 你刺激家審法 有什麼關係嗎 我覺得在台灣的一個精神 是一個打拚的精神 那麼在香港 其實也是這樣的精神 基本上 他們放假的時間很少 他們很早就起來工作 然後很晚才休息 在台灣是這樣的精神 可是在香港 我們也看到香港的獅子山精神 獅子山 獅子山精神就是說 香港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難 任何的這種困境 他們都能夠在逢困境求生 對啦 就羅文唱的獅子山的這首歌 還有一個獅子山的電視劇 那麼這個呢 其實都是在反映當地 中低層的一個在地香港人 他們如何打拚 如何拼搏 如何努力 這跟台灣人不是一樣嗎 跟客家人不是一樣嗎 給我十年來 一定很苦嘛 一定很苦 你要用的觀念想說 聽說會哭鼓哭 用的大廳 不想說就 我們做去紐西蘭 說去台湾 比較輕鬆一點的工作 我相信每一個從台灣出來的 鄉親朋友們 到任何一個陌生的環境 他都歷經過一段很辛苦的時間 要適應一些環境 語言文化都要適應 可是很多的鄉親可能 他這種就會躲在家裡 或者是說他在家裡 就比較沒有走出去 比較安逸 他心裡比較安心 可是其實真正我會鼓勵所有來 從台灣到海外的鄉親朋友 應該要勇敢把台灣人的精神發揮出來 走出去跟人家談 去融入在地的文化 這樣你不但是一個台灣人 同時你在在地也能生根 有很多人的建築 挑戰每天他們動力的觀察率 若天天在年一日 推到英國莫高峭上舞台 電動危機在使他們 雜通新反應的固長度 有些比較多的準衝 保養和受通 Open Mind 和動感吃新的東西 是那個去試験審法的方式 就像固長度 是撈開箱 和那個渡路困難 其中那種的田天反應過邊 要挑戰一下 吃到香港 那行的路空吃得懂得特別 看得到的 看得到那些太流 就一轉個彎 看得到的傳統小店鋪 其實香港就是有這個地方 非常特別的簡易人 你在最現代化的地方 你也可以看到最傳統的面貌 所以你看這邊 旁邊是現代大樓 可是你一轉個彎 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傳統的 你看那個小店 小店面 就像我們台灣的五分埔 它完全就是融合在中西文化之間 所以這是它迷人 而且它特別的地方 吃過很訝異 因為我們說的就是 香港的傳統的東西很油 但是又參加了西化在裡面 那不是香港沒有去 跟曾經的傳統們嗎 不但是香港政府 香港的人 香港的學校 香港的教育 其實都很擔心一點 就是本土化的問題 你現在看這邊的古蹟 從這邊繞過來這邊的古蹟 那麼香港以前為了 他們有一個大樓大廈給人住 但是他們現在慢慢慢慢地填土 跟海鎮跟天鎮 把這個地填好了以後 蓋房子 這個就是什麼呢 它基本上來講 它給了現代人的房子去住 但是也保留了它的傳統文化 以至於說 在傳統這個部分 它不願意再 不用再拆這些古蹟 所以有了這個地 它至少就是可以 顧及到人 也顧及到傳統 我就會說 用空間的概念 對 來吧 總反處理在香港經營中心 要在香港開棍高峭 輕作開放的天氣 在這間山鋪 和不時坐在街路上 看到百年的故事 天天山做到三圈 和粉山的漏漏文 像是說停留在那裡 和它在當頭香港天涯 像鹽子丘 法用年法押到 中央的市場 其中 還有一堂願圈有名的共識美式 對傳統圖 變化出不應鑑鑑的心意 我們吃一哈鮮囉 吃…吃一哈鮮 吃一哈鮮是… 香港人一個… 怎麼說呢 就是對任何事情 他們都非常的想要 躍躍欲試 他們不管他們成不成功 但他們都要吃一哈鮮 就試一下鮮 吃一哈鮮 但你喜歡鮮吃什麼 看起來很特別 因為一般來說 炒燒酥 不會說要吃… 這是鹽藥水嗎 哈哈哈哈 怎麼搞的 這個應該是台灣的美乃滋 喔美乃滋喔 你可以這樣插進去吃 試一下 吃一哈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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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麻球漢堡通通 對囉 真的… 飲食也中西融合 再加這個美乃滋 的味道真的好特別 試一試芝麻球吧 芝麻球 裡面有玄機的 你吃一下 試一下看看 吃出味道沒有 這吃一哈鮮 就會金砂巧克力 那…那… 芝麻球怎麼會飽巧克力呢 特別吧 這是中西融合最好的證明了 芝麻球裡頭的巧克力 對 我覺得香港呢 為什麼叫美食天堂 最主要呢 有什麼因素造成它 我覺得就是 香港因為環境 家裡很小 很窄 所以大家都喜歡什麼 在外面吃飯 那麼商家呢 就要必須精心的設計一些美食 所以呢 才造就了香港美食天堂 欸太子啊 這樣看起來 你對香港真點思音都動好 是 你覺得已經融入他們了 不過那些 有辦法接觸那些地方嗎 其實呢 在香港…講到吃喔 我是非常喜歡吃香港的食物 不過呢 在香港吃呢 有兩個地方 到現在我還不能適應 第一個地方呢 就當你吃飯的時候 其實呢 因為香港經濟快速 大家很緊張 你包括吃飯的時候 都很多人在旁邊等 旁邊的人眼睛看著你 其實不是等你看你怎麼吃 而是等你的溫飲 桌子 對 等你的桌子 那你不會按你動開呢 就是啊 吃飯就壓力很大了 大家就非常趕了 所以呢 這一點是我到現在 還不是很習慣 另外一個呢 就是香港的朋友呢 比較冷漠一點點 譬如說我來的時候啊 我常常去… 在紐西蘭的時候 我常常做一些點心啦 分享給我的左右鄰居 尤其是吃的東西 小蛋糕啦 餡餅啦 當你去敲隔壁 這個鄰居的門的時候 他們一打開來 怎麼辦爺啊 然後砰一聲 就把他們關了 欸 你的敦親木鈴 你一定會暗犯啦 對啊 所以在香港 基本上來說 畢竟在香港生活 所以整個大香港的 這種吃的環境 或者是生活的環境 是改變不了的 沒錯 只好呢 在自己呢 做一些修正 我們不祈求改變這個大環境 只是 堅守住我們台灣人 這種溫暖的感覺 然後… 對啦 然後慢慢慢慢 希望一步一腳印 把這個溫暖的感覺 把他傳送在香港的 每個角落裡面 就最好了 台晟 香港南昌 今天做個總是用它 師父總是用它 台晟 請給我們總是用它 謝謝你 謝謝你 在充滿競爭的三次度 可能因為設法度動態的壓力 本香港人 都會一直的封閉 落手裡 少了一點溫暖 不過 沒有因為香港的失重区峰 變成了各國營師 親國在停留的阿祖子床 故事 希望能夠適應洞梯的好好的 好好的 稍微溫暖的中學 有最好的口體 沒有提供的考驗 稍後來 提供你一個台妹 阿祖 向你洞梯太好想 動分的香港人 安琪 你真的帶我來在一個 跟我印象中 傳統香港完全不一樣的地方 我跟妳媽媽一起去走那個 像什麼石板路阿 樓梯街 她已經讓我看到一個 不同面向的香港 我們剛剛一路這樣走過來 我看到很多的小店 可是那些品牌 我好像都沒有看過 它是都獨立品牌嗎 還是 對啊 其實這個地方叫Poho區 是算一個非常新的一個區域 所以這裡呢 你能看到很多原創的店 然後很多獨立的品牌 像你剛剛這樣說的 所以非常有個性 非常好玩的一個地方 所以你不會在這裡看到LV 不會看到Chanel那些大品牌 所以那是為什麼 那麼多大學生跟青少年 很喜歡來這裡走走逛逛 看看新的一些創意 然後看看新的一些流行這樣子 然後像我自己都喜歡在這裡 開一開電腦 然後花一點時間在這裡讀書 都很舒服 對啊 其實我以為巷弄文化是可能台北 人家形容台北這樣 台北巷弄文化很棒 可是我走到這邊 我覺得香港也有他們的巷弄文化 那你在之前是 我在這邊等你們西蘭 對 然後在台灣也有待過一陣子 那在三個國家 因為我沒有 我只住過台灣 那一定是有文化背景不同 生活 各個方面 語言一定是完全不一樣 那你對香港適應了吧 應該能算適應了 也喜歡 還滿喜歡的 剛開始搬來的時候 可能比較不習慣這樣子 但現在住了七年 就比較了解香港的一些文化 所以就比較能懂得體會 對香港人的這種想法這樣子 紐西蘭呢 紐西蘭因為你待了幾年的時間 紐西蘭待了六年 因為我是從小在紐西蘭長大的 所以我覺得紐西蘭是個非常 非常和平的一種環境 所以你在那裡長大 就有一定的一些回憶跟記憶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我在紐西蘭長大 我現在就是個比較開朗 也比較開朗 也比較開放的一個人 對 所以比較 就跟妹妹比較不一樣 因為妹妹她比較算在台灣 跟香港長大 她算比較理性的一個人吧 然後我算比較 就像剛剛說 比較開朗一點 比較optimistic 樂觀一點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 會比較感冒險或什麼的嗎 對啊對啊 我很喜歡冒險啊 旅遊 很喜歡嘗試新的事情 我覺得一定是因為在紐西蘭長大的 這種關係 那你對台灣的感覺是什麼 我很喜歡台灣 我每年回去就很想一直待 一直待在台灣 我覺得台灣人很好很nice 然後我就覺得 應該叫多一點台灣人搬到香港來 對 你對台灣的記憶力很長嗎 我在台灣只有待過兩年 但我覺得在那兩年內 我遇到的人跟體驗到的 足夠我了解台灣的這種文化這樣子 然後每年回去又能去新的地方 然後去見見新的朋友這樣子 我覺得 我真的很喜歡台灣 對 台灣是真的不錯 我自己是感同身受 四世長在講的算法的歐音器 說去法律當勇派 青瓜店的三個台灣的風吐人情 好高朋友 好理由 聽到真正的那種貴子的資格 不過他說 挑戰師弟的特殊 其實剛才有體驗到 香港正式的文化算法 沒有想過會了解香港 一直都討厭香港台北 以後到這裡的貴子好爽 但他們請三胎市 和三盲整齊 明如未有雜吃的菜鳳條爐 將重新民視的香港 這邊有一點像我以前 學校住的宿舍嗎 其實這裡以前是中央書院 中央書院 對啊 但後來因為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 這裡被炸毀了 所以只剩下這道牆 所以他們決定把這裡推平 然後把它改成警察宿舍這樣子 警察宿舍 對 那算到現在不都一百多年的時間 對啊 這裡就是一百多年的遺跡囉 這裡可是一百多年 我們有一個台灣來的 周老師請他來上一上 我們這個成語課 跟大家來拼搏一下 開始了 緊開頭的衣警環校風衣足食 再來 衣 衣官 請收 這一次是一百多年的遺跡囉 這一個是一百多年 對 沒錯 對耶 因為它這個牆的顏色 其實跟上面比起來 如果你只講顏色的話 是有點沒有說真的那麼合的 這個很鼓鼓的 然後這是現代的 你說後來是警察宿舍 算是警察宿舍的挑戰 在香港體驗 其實是高幼廣告的重用屬於 沒有說陷阱 過夫順中山 賣給亞美的高幼 兩千年 亞美租舍無憲人 整排無用的漏物 就按著去到香港的新衣棋 挑戰同期幾名 政府推行的補優總反計法 將在米蘭一新年重新起庸 想到來跳過一百多的本土 三百多的遺跡 然後現在變成香港的新衣棋 我們在外面看 跟進來這邊看 我覺得已經 真的也完全不一樣 對啊 你說警察宿舍改的 我還想說 對 一間一間沒有錯 可是它每一間都有每一間的特色 很創新的一個地方 你覺得香港的年輕人 是不是跟台灣現在的年輕人一樣 好像滿喜歡創業的 都非常相似 我在我的工作上 我在一個網上雜誌社工作 所以我會見到很多飯店的老闆 或一些這種原創店的老闆 然後他們都非常年輕 二十五到三十歲 就想自己闖出自己的一片天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很創新很新鮮 然後很有啟發力我覺得 所以應該跟台灣人非常相似 我在想說 到底它跟台灣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其實台灣來講 可能年輕人 就是畢竟比較少有融合的機會 對 所以它創造出來的東西 本土性比較 就台灣的精神很夠 對 那香港精神 其實這家店 最有特色的就是 將以前像香港 比較傳統一點的 做小東西的技巧 跟創新的那種感覺 把它融合在一起 這個是 它本來是做什麼 因為這感覺好像有點像 我們老人家 泡老人茶的感覺 對啊 我們叫做 那以前除了就是刷牙 受苦的時候可以用之外 以前的老一輩的人 他們會把這個拿去 比方說買粥 或者買那個混合麵的時候用 所以這個把它貼起來 是因為你們現在也是在 複製這個東西嗎 還是說 因為其實我們覺得很可惜 在香港其實有很多 本土的文化或者歷史 很有特色的東西 可是現在可能因為我們 比較都是在廣商場 比較小區留意這些小店 或者老店的東西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些 有特色的東西放在 師傅到這個地方 就是去讓大家 去多了解 去認識這些東西 因為我看你這邊 琳瑯麻木 東西好像很多 對啊 田田愛來的文化 含有幾支撒機的重生一件 本土文化槍槍的摩托 本菜梯的撒機時 最多薄膚燃縮傳統的衝優心 P&Q仍重逢 提供了一條 中一年的西山平台 在清淨髮的鐵團 我們本土的撒機時 尤其是用導體 吸過一股風格的店主 訂下一些素材 來做 變成發肥氣色的舞台 一般來說我們旗袍是比較 可能是傳統來講 比較簡約的風格 你這個非常前衛耶 然後我們的布料 全部都是工廠 我們剩下的一些不要的牛仔布 你看 蔡英雷有穹家孫中山嗎 其實這件我覺得它很特別 還有一個地方就是 以前人應該不太會用這種 有點像土耳其藍色的 比較亮色的顏色 以前年代沒有 你現在把它融合起來 我以前是做一些電影裡面的 電視裡面那些古裝的 然後我覺得比較喜歡 中國的那種古裝 然後又放在這個景點裡面 所以這樣子的做法是 現在香港流行的一個趨勢呢 還是說你們這邊 就是想要用這樣的方式 來改變現在的流行趨勢 我就覺得現在的時裝 就是太潮流了 然後很多Mask Production的品牌 都出現了 然後我們再回想 因為我們的很多產品 都是環保 或者是復古為主 就是想說 我們以前的人做衣服 都是自己訂做衣服 然後你訂做衣服 是你一定會有一個 想要那件衣服 在你適合到 獨特性 獨特性 然後我們覺得這個是 我們想做的 那你剛開始在推行 這樣子的東西的時候 會碰到什麼困難嗎 其實我沒有開這家店的時候 我們都是拉著一個大箱 然後在街上面賣旗袍 然後就看一下人家的法令 很多人家經過都會覺得 哇 旗袍很難穿嘛 然後你會要慢慢 跟那客人交流說 其實不是很難的 因為我們有訂做的 然後我們會幫你 或者你怎麼配搭出來 它不會覺得很棒 或者怎麼樣 因為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租金比較貴的 然後我們在這裡開店 很好的就是 我們三個朋友都是 比較喜歡一些復古的東西 然後大家有合得起來 然後就一起開 就是面對的租金問題 如果是自己一個做的話 就比較困難 我可能自己要做一個品牌 要推廣一個禮物 香港太貴的店主太大出題 六年裡 古都不屁的木架 跟它去吃吃糖度 像這樣動難六色的環境度 創作變成一件動困難的事情 通過層層省黑 全靠老朋友 總算拿到六年一起的主要 要希望P&Q的普通高層度 類似航卡度的經營管理 的師傅燃料 以為不但牆壁的結束 純粹的百佛最重 同時要鼓動 批用新的純粹師的精英 本營動去太貓道 能賣香港純粹的發展 你看到歸氣 三下來會停電臨一下 海志 看這裡有好夠 就想到天洋底部 一個陶穴威龍的場景 是 好像一模一樣的感覺 對 基本上來講 我們學校是非常新的 因為它今年才第九年 然後是一個非常新的學校 跟妳差不多高幾多年 在這個學校我教了五年了 五年了 很久了 這個影響 像台湾 我們在教學的時候 其實主要就是講普通話為主 印象當中 總算是香港的朋友 英文都很強 在歸氣就是說 那不是英文是主要的教學語言 是 在這個學校 因為它是屬於IV學校 所以IV學校我們學校基本上是 以普通話跟英文為主要的教學語言 在我們學校有八比一 就是說八個外級老師 可能一個中級老師 所以原則上我們學校是一個 純英文的一個學校 除了中文課之外 都在香港他們的制度上嗎 教育的制度 教育的制度 香港的制度就比較 教育制度就比較複雜一點 譬如說它有在地的一個學校 譬如說Low-Hool School 那麼他們就比較像台灣的這種 填鴉式的一個教學方法 比較傳統的一個教學方法 第二種就是職資學校 就像我們學校一樣 它有一半一半的 例如說它有一半的IB的課程 有一半的在地學校的一個課程 它是混合在一塊兒的 那麼另外一種就是國際學校 那麼國際學校包括它是全英語的 那麼它可能就是包括法語學校 美語學校 德語學校 它有不同種類的一個課程的設計 香港其中的動作過家的人材還有家庭 故事對水師類的過激門聘組織 在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zation 充辦的IB課程 就變作動體型型的高幼職徒指引 要照聯合國的高科文組織 認證的過激高幼等V 但在Vito里片尾教官 看過祖先贏的字 就在上台過激前課程連結的麻煩 不過同時因為有過激館的高幅風色 然後全球跳過一千兩天台北 三年的過激門聘 牆牆的書道 各國的家中還有好三個中醫 進來進來進來 嗨 大家好 星期一在這一堂課中文課 我想一個星期過了 星期六星期天 我很想念大家 大家有沒有想我 有 這個是我非常想聽到的答案 再來呢我們今天的課程呢 我們要針對成語這個部分 來做講授 跟我們往年都一樣 往常都一樣 分兩組 我們有一個台灣來的 周老師請他來上一上 我們這個成語課 跟大家來拼搏一下 開始了 依錦還銷 依錦還銷 但是第一個是錦 錦開頭的 依錦還銷 風衣足食 再來 依 依時無缺 依時無缺 再來 依 依 為什麼 衣冠禽獸 大家就這麼的熟悉 周老師很懷疑 為什麼衣冠禽獸 大家這麼的熟悉 等一下造句的時候 你不要忘記了 再來 揪 揪 揪揪揪揪揪 等一下 我們 台灣來的客人 揪戰雀巢 揪戰雀巢 好 重點是 來 你隨便點一個 看看 她們怎麼解釋 揪戰雀巢 好 那點 那戴眼鏡的女生 我 好 選贏 就是有別人去住了你的家 去別人站住了你的家 對吧 那揪和雀巢是什麼意思 糟糕 有揪 動物啊 是一種動物對吧 所以 別人站住了你的家 然後霸佔了你的家 把你踢出去 把你趕出去 就揪戰雀巢 兩位營業好爽的富通 兩位想到好爽的動向好 台積說 夠好 不像是個特殊本廳廳 和它的真相 十三年來 無況的觀察思考 因為兩次報名的母親 要接受IP口廠台的 按多年來 皮電器就特殊 每一份台積對高佑動心跳 和開市那裡博士的口廠 希望有無況的高佑豐盛 去發生年的無限可能 那我們先說說 我們今天的 呃 的遭遇好不好 遭遇 那我們今天 來了一個 呃 台灣人的 師兄 師兄 今天 我們 我們十分 開心 榮幸 邀請到 新同學 好 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我們談到 我們香港跟台灣 呃 飲食的 飲食的文化 對不對 那今天 我們的中文課 十分榮幸的 能夠邀請到 台灣來的 新同學 跟我們一起吃飯 還有一起交流文化 交流文化 交流文化 你覺得 呃 我們剛剛吃完話呢 你覺得這場話怎麼樣呢 呃 我覺得香港的食物 五花八門 回味無窮 對 吃得我津津有味 哈哈 哈哈哈 所以你們在還沒有來這個課之前 你們普通話 跟現在差很多嗎 對 當然 哈哈哈 現在講話都會用成語 有老老社教導啊 哈哈哈 我們的寫作 進步 那進步可以就是 進步 你想說 吐飛嗎 我剛剛看到你們上課的時候 不只老師單方面講 裡面全部都有互動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老師剛剛走進來的時候 第一句話不是講說 你們功課寫了沒 或是今天有沒有教功課 而是講說 你有沒有想我 想說 老師的感情跟學生這麼好 你一開始怎麼會想說 要用這樣子的方式呢 你好 你好 老闆 你好 老闆 你說台語嗎 對 這是什麼菜 菜式苗 菜式苗 我台灣這麼放來 應該比較熱 對 比較熱 對 你一開始怎麼會想說 要用這樣子的方式呢 其實呢 應該這麼講 就分兩個部分來說 我自己本身是台灣人 我覺得我把台灣人的熱情 用在我們這個學校裡 那麼呢我覺得 台灣人的精神 跟香港人的精神 在工作上面的拼搏 其實是很相似的 可是台灣人的熱情 在帶到香港這個部分來 其實我覺得是 慢慢去融化香港人的心吧 應該可以這樣講 就是說我自己本身 因為我自己 屬於一個比較熱情的人 我喜歡跟學生的互動 我喜歡跟人的接觸 所以我把這個情感 放在這個學校 相對的 我有一群非常優秀的學生 因為人是互動的 當我把這個情感 傳達給他們的時候 他們 感受到自己的情感的時候 他們 相對的 他們也會 回應給我他們自己的情感 所以當我問他們 你想不想周老師 他們一定會很熱情 很大方 而且毫不 毫不質疑的跟我說 我很想你 或者是 我很想念你 所以這個部分呢 即便我們只分開一兩天 那有的時候 他們在微信裡面 或者在Line裡面 或者在WeChat裡面 他們常常會有互動的 他們會跟你用通訊軟體 去聊天 是 常常在聊天 你們以前在學校 求學的過程之中 有碰過 類似像這樣的老師嗎 沒有 周老師很特別 他真的是 愛之深則之切 所以他有時候我們做得不好 他會真的說得有點累 或者笑的時候 我們真的一起笑的 不好的時候 他也會哭 所以你覺得他都把你們當小孩 自己的小孩 對 真的 第一次進去課室的時候 老師很熱情 歡迎我們進來課室 因為周老師是第一個老師在門口歡迎我們 當時我就感覺到說好親切 就是把老師跟同學的距離就是拉近了 因為我其實挺喜歡這個 師生之間這樣的關係 我覺得因為如果這樣 就是如果很有距離的話 我們上課的時候壓力就比較大 可是像我們之前好像朋友的那樣的話 我們上課的時候很開心 很樂意去聽 很樂意去接受 那同學你們都有感受到老師的愛 對 因為老師影響到就對了 對 就是很熱情的 然後 我會說會在家裡也會 就是有一些事情 之前是不會跟爸媽說的嗎 就是有一些秘密啊 什麼的 但是現在也會 對 也會很開心的 跟爸媽去分享 就是我今天在學校做什麼 之類的 對 那一點點的微笑 還有一個很親切的Greeting 就使我們 使我那天的心情也會好過 那現在我是高中 那我很多時候看見一些低年級的學生 他們可能覺得我們比較陌生 或者因為挺高大的 他就比較嚇到他們 跟他們微笑一下 我相信對他們那一天 或者在整個校園生活也會 也會比較溫暖一點 出體高高 連日子 跟他們比較喜歡 他們的目標的聖法家製 因為此時 那些人羊群的經營家庭太多 故事 主動輕人 在關心順調給他們 勇敢表達愛 還有感謝 連日子 在女士人 的聖法感受到的文化震撼 15年來 老同時服的聖法體驗 容易高幼之中 他們老人情 親吻人的一面 天天的徹底下 三下 太久的待會 在廣道的路上 吃飯在地的聖法人情 我們現在到這個地方來 看一看 傳統的北角市場 看來的時候開始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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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好 你好 你怎麼喜歡 我們以前常常在這裡買菜 是嗎 買水果買菜 好的 我們現在 先帶你來見另外一個人 什麼人 我老公 泰國 泰國 你好 我是中漢小巫 你好 我們今天一起買菜 因為我請小巫到我們家吃飯 好啊 所以我們今天到這邊先買買菜 然後看看傳統的市場 你有沒有人說 在地下賣東西 要給你鴨沙末 黑豆鴨片 因為我們以前是住在北角 那現在之後呢 就搬到了桃金蓮 有台灣的芭蕾 那等我一下 你們先聊 我去買台灣的芭蕾 好 我們泰國就好了 好 泰國 你有沒有人說 黑豆鴨片 要鴨沙末 對啊 因為最主要我們以前是住在這邊 住了差不多五年的時間 但是因為這邊的房價就一直 一直漲起來 而且是很不合理的漲 所以我們五年之間 辦了三次地方 這邊的房屋的租約 一般都是兩個 一年死約 一年活約 死約 那個意思呢 死約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一年當中 你房租是固定的 但是一年之後變活約 房東就有權利漲你的價 活約就會說 一年之內 我就可以決定說 我要不要漲價 對 那你要不要接受房東的漲價 你如果接受 你就是漲房租 不接受你就搬走 如果房東亂開價怎麼辦 房東他有絕對的權利 他也許一漲就是20% 30% 甚至50% 你沒說2% 兩個% 三個% 你意思 不知道 對 這樣 萬年怎麼住得起啊 他房東有時候就說 這個就是市場 現在的行情 是這樣 全區縫梯嵩自難 統計處香港賣服的通庫智書 司機提議 萬聖的營業管理 本年就像老父子 經免告白的寄費注目 泰國說 在港幣 本港幣不但搶的送禮吉 讓我三分條路 將賣得出水 要從柳村的古代桑市的金錢遊戚 他有吉島的巴鄉 抗得養喔 我開心 一直拿著 我想說 好像很開心喔 我是想跟你說 真的只有在這裡才買得到 所以剛剛看到呢 就特別要買來請你吃 所以這個雅頭菜呢 是我看到就很溫暖 所以一定要買 一定要來這裡買菜的原因之一 就是濃厚的台灣味 你怎麼說啊 你在這裡才能找到一些 道地的台灣的芭樂 或者是你在這裡 講台語也可以通話 對啊 不見話嘛 不見話嘛 不見話 他們從福建過來 他們用的是台語 所以當我們聽到台語的時候 就感覺到 很親切 很溫情喔 旅餐片當中有一些 做到台灣的感覺 對啦 所以旅餐也不吃 等一下我們一起吃 好 對啦 對啦 頂頂茶 傳國的純洋家師匆 就是當地福建鄉親 集中的重心 六年年代 當地主持福建的東南仔發協 就留在中國的情侶 神竅到香港來 舊塑伯國 有洗福建的共犯 就拜當地人喊小講 馬三人想要在家裡春泉 馬三就會想好好落花 大夫,你好 你又要用香菜 老闆,你好 老闆,你還說台語嗎 對喔 台語也會買通 台語也會買通 所以呢 其實我常常就喜歡 跟這個大哥買 為什麼呢 他跟我講台語的時候 讓我格外親切 老闆,這是什麼菜 菜心苗 菜心苗 那我怎麼買 你一份四塊 四塊 我台灣這麼放來 怎麼比較熱呢 對 比較熱呢 好嗎 你覺得這樣嗎 買東西要獨家 對嗎 可以嗎 可以,沒問題 好 香港要獨家人情味 對嗎 可以了 謝謝 短短的創作用 向他們二年 共家獨家 三十行 在鄉親離開獨家 見面的情節 還有分析的消息 在剛年年的人情 要讓台語台智 斑步高橋 親南夢的素材 台語說 南地下去當地 切除最不到廣告 香港有名的家路密室 牛雜 我介紹你這家牛雜 這家牛雜 這家牛雜 對,是非常非常有名 而且非常道地的牛雜 對 因為在香港 唐國會說魚蛋比較多 因為我喜歡牛雜 你不要跟TPA說 其實在台灣 你也吃得到牛雜 也吃得到魚蛋 可是在香港這邊 它的牛雜是非常特別的 你看它的滷的味道 還有它整個這個 把所有牛的部位 全部放在一塊兒 讓你做選擇 而且它有非常濃郁的 香港傳統的味道 不過看你們的 這個就是香港的排隊文化了 對 你要看哪一攤特別好吃 其實不用嘗味道 你只要看排隊的隊伍 就曉得了 真的嗎? 對啊,你看看 你看那個牛雜 不過,很不錯 看雞片沒有一間店 沒有賣牛雜 不要當中兇用 人家都沒人 麻煩你 這個放哪裡 因為以前我們在家裡 就是我在家裡帶小孩 然後大哥在為你打拼 但以前在家裡我煮飯嘛 那麼現在因為他退休了 所以這個長廚的工作 就交給他了 看雞片沒有一間店 沒有賣牛雜 不要當中兇用 人家都沒人 原因就是這樣 除了香港的好吃的味道 就要看排隊 雖然那一攤 好香喔 賣的都一樣的東西 它都好香喔 賣的一樣的東西 很好吃 但是呢 因為這邊人排得多 所以這邊反而多人 然後味道特別好 就造成了一個 大家一窩瘋都搶那家的 好想吃的,幹部 來,我們來排隊 來,排隊 來,排隊 牛雜 無論只有便宜的宿命味 雖然在某種的石頭的鄉公園 對雞尾條最小的鄉頭記憶 早上,本警察對電只有一個坦飯茶 隨便征服的台中氣地 讓香港的緊急發展 要開始轉行 釣魚看棒來做生意 由人家說 香港人好排列的 好車浪燃 不過,昨天分野就 分沒有被長的營養 挺好熱身 那時候 亞美聽出有鐵皮的蜜蜜蜜喔 剛才台季有說 約十五年的老店 是,十多年的老店 所以它非常的香 保證讓你吃了以後 你會永生難忘 不過,不要很像傳統的 道地的香港香味 香港人的口味呢 重辣、重鹹 然後呢 它當中呢 讓你鹹的又不會死鹹 所以呢 吃起來呢 會讓你口齒無香 然後會有回甘的感覺 那些什麼感覺 第一個是牛肚 牛肚吧 牛肚吧 味道如何 有飯嗎 你有沒有按炒飯 需要陪伴吃 這個辣辣的口感 韌韌的感覺 就很想要一吃再吃 有沒有聞到香港的味道 好吃 好吃喔 海姐,你香港有安東米吃的 你出來吃東西的時間 真的很快 香港很多很多東西可以吃 也很多小吃 但是呢 我們沒有常常在外面吃飯嗎 沒有喔 因為呢 我們家裡很甜蜜 我們家有人幫我煮飯 泰國嗎 泰國給我送飯 給我煮菜嗎 沒有,我退休了 退休了 退休了 現在專心照顧他們 所以由我來煮飯喔 對啊 鐵白是做 經濟部新聞庫 口中的天聰堂泰國 15年前 出現做他們 煮愛的作品營業 希望做的營業 鐵白在超級妙子 兩百元的專業 流行刺 並順利外派到牛肚蘭 不過Vito 不把教官家庭 也不然分散到國鐵情形發生 人家在現場 廟下私營 支持老父母的做盤 以後生人太累 要在香港請到七個生抽老私營 本泰國提早退休 支持不用的夢想 因為呢 以前呢 我們在家裡 就是我在家裡帶小孩 然後大哥在外面打拼 那以前在家裡我煮飯嘛 那麼現在因為他退休了 所以呢 這個長廚的工作就交給他了 再加上有一個家庭溫暖親戚 他能夠和家人和女兒 多多的相處的機會 對啦 這樣對小孩比較公平 對 小孩子媽媽照顧 小孩子媽媽照顧 小孩子爸爸陪伴 這樣比較好 對啊 就是這樣 是 雖然泰國胎季 光都很輕鬆 對 都其實要到 所有的名神迪路 輕鬆又在轉變 在Vito依逢畢斷 我在九年年輕度六年 就在輪到其他貴家的幾天下 而在說我的當今 哪有暗過呢 在我一種像票的選法 三個一尾案的 有一尾案的 親情老桌盤 才能延伸到清整整個 因為整個一尾年鏡化師範 都吃到懂窩心 因為只要跟周圍調理的關係 時間比較不固定 因為平常就鏡化師範 你又感覺到 老不甘人鏡用的 我覺得最重要是一家人 能夠相聚在一起 我先生是駐香港的 這個台灣的外交官 兩個孩子在這裡讀書 如果說大家到國外去了 然後先生留在台灣 那麼一個家就散了 所以呢我覺得最大的 在香港覺得最大的滿足感 就是全家能夠聚集在一塊 早期像我第一次外派 紐西蘭的時候 那時候太太她剛好是 她的事業算是一個高峰 但是因為我要外派 那時候兩個小朋友都很小 一個才一歲 一個才四歲 所以那時候她的選擇 就是暫時放棄她的事業 跟著我們家人 跟著我一起到紐西蘭 我們在紐西蘭六年的時間 然後再回來台灣兩年多 然後又來在香港 那我們一樣全家都過來 因為像在台灣期間 她也不能 因為是有很多電視台在找她 但是她也要選擇 因為那時候 他們剛好小學四年級 小學一年級 等於是全天候陪著她 在學校裡頭當義工媽媽 也等於是陪著他們 妹妹 你怎麼看爸爸媽媽 因為其實在中間求學的過程 轉來兩個地方 那妳對爸爸媽媽 從小這樣看到大 妳新的轉變是什麼 因為媽就理解剛剛說的 她比較勇敢一點 然後勇於去試新的東西 所以像接觸朋友 或者接觸別人的方面上 我們也有那種態度 說有新的朋友 就多試著去交新的朋友 然後在不同環境中 就試著去體驗 像台灣的文化 或者像香港的媽媽 所以就不會像見怪 或者比較陌生一點 比較順其之類的 就比較自然一點 我還有聽說就是 好像姐姐也有這段 為家裡奉獻的一段過程 對 就是大學的時候 就決定留在香港 就陪家人 然後自己也有自己的理由 然後也有關心到 家庭的環境 跟家庭的因素 都有考慮得到 因為那時候是 考到英國的名校耶 是 那真的那時候 不會有點猶豫說要 很掙扎 可能是我到現在為止 最掙扎的一段時間 最掙扎的一段時間 但是它很難得 它就是為了家人 它很貼心 為了家人 為了一個家的和諧 一個家的完整 它就決定留在香港陪我們 所以呢 這個我們也很感恩 我以前在紐西蘭的時候 三層樓 等於是住的是非常大的 後面還有果園 前面還有院子 所以呢 房子非常大 然後呢 搬回台灣之後 房子越來越小 三十幾坪 再來搬回香港 因為經濟的環境 或者說整個大環境 房子越來越小 只有二十幾坪 那麼呢 可是呢 這個房子雖然變化了 越來越小 可是大家感情卻越來越濃厚 為什麼呢 可能是因為房子小 一叫他們就聽到了 然後他們就立刻出來 不管是我需要他們幫我什麼忙 所以這種感覺呢 就是這種凝聚力非常的強 然後感情非常的濃厚 不論是地方的大與小 真的是內心的那種情感 真正的凝聚在一起 不論地方大與小 真的是感情凝聚力的問題 對吧 好 不論在泰國的態度和在歸期 年十年來 在面對條路、思納 還有家庭的品牌 記得剛才結識在現實的家庭 可能當年 不一定記得 家庭時表情的最好的競爭 出了很困難 不然不然在國土內上 人生長短 甚至度變化 像我的特殊大旁的人 剛剛那裡 那在台灣的園 曾經在附近的空間的時間 又有去逃亡 因為在海外的地方 無罵無便 由於沒有促進的設置 面對家庭和認識的現實 仍然是一分年的情感連結 電動本來知道 其中的狂狂 並不然對家庭有的 目標的象徵 還有定義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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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